哈喽 大家好 我是厨房里的冰哥 今天我们来一盘自制剁椒清蒸苍鱼 苍鱼刺少肉嫩 用剁椒清蒸 鲜辣殆尽 绝对是夏季首选的开胃菜 这条苍鱼是在韩国超市买的 3块3一磅 价格还算实惠 就是冰块太厚了 苍鱼丢到水里捡冻 我们先把剁椒制作好 需要姜蒜和青红辣椒各一个 这一青一红 在馆子里就叫做鸳鸯剁椒 辣椒尽量选辣的才入味 我这种辣椒很辣 别看只有两个 但也算是中辣 剁椒尽量剁碎一点 这样在腌制的时候更容易出汁 剁好后装入碗中 加入食用盐一勺约十来克 蒸鱼不吃盐味 盐多一点不怕 然后充分拌鱼 放置30分钟以上备用 等鱼完全解冻之后开始杀鱼 用剪刀剪破鱼肚和鱼腮位置 再把鱼腮剪断 然后把内脏鱼腮抠出来扔掉 然后使劲冲洗里面的污血 这是鱼肉去腥的第一步 蒸鱼腥味重 主要原因就是鱼没有洗干净 鱼有三个地方腥味大 就是黑膜污血和表皮 这三个位置洗干净了 90%的腥味就没有了 鱼虫洗干净后放置滴水 这时候我们来调制剁椒 加入料酒 白糖和醋 加醋是蒸鱼去腥的第二步 很多人只加料酒 但料酒挥发太快了 去鱼腥不干净 再加点醋就完全了 而且醋挥发之后 一点酸味都没有 最后倒入10克植物油 搅拌均匀后备用 把鱼拿出来 用吸水纸 吸干鱼里里外外的水分 在鱼背处最厚的地方 破开一刀 这样鱼容易蒸熟 把鱼放进盘子里 尾巴长了一点 就拿出来剁脚 后往鱼身上涂抹剁脚 鱼背 鱼头 鱼肚子 里里外外都塞上剁脚 涂好一面 翻面继续涂抹 直到把剁脚用完为止 这时起锅开始烧水 烧水时很多人不注重加水量 加水都会偏少 水少了 水蒸汽也少 这样锅内的压力就小 这就是蒸大鱼会夹伸的原因 另外 蒸汽大也更能挥发掉更多的鱼腥味 这就是去腥的第三部曲 所以各位加水 一定要加厚实一点 为了享受美味 浪费点能源还是值得的 水开以后放鱼 小心蒸汽烫手 等锅内重新上汽之后 蒸个八分钟就可以了 鱼蒸好以后关火 但别急着先锅盖 再虚蒸两分钟 炉盘上另外放一锅 倒十克油烧热后 撒几颗豆豉 揭开锅盖 撒上蒜苗 再浇上热油 激发香味 OK 搞定 这是冰哥的私房做法 蒸出来的鱼完全没有腥味 而且香辣的十分地道 剁椒蒸鱼还是很容易做的 只要不腥 蒸出来都好吃 最后再重复一下去腥三部曲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个视频的记得订阅点赞哦 冰哥每周都会有好处分享给大家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